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服药之后停多久才可以再恢复 一般来说我们是说五个半衰期 就是说这药五个半衰期之后 基本上就代谢的差不多了 那么就可以用药了 主任您刚刚说到这个半衰期 我想请问一下半衰期是什么 半衰期就是药物浓度减一半 通俗的说减一半所需要的时间 就叫半衰期 一般药品说明书上 尤其我们的进口药 合资药 说明书上都有半衰期 但是大家可能都不注意 如果感兴趣的情况下 可以找一找 但是因为那个说明书字特别小 就可以看一看 但是一般中药不讲半衰期 因为中药成分比较复杂 所以就没有 那是不是不同的药的半衰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么我们快的有40分钟的 那么还有10分钟的 还有72小时的 那么就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建议使用的呢 就是说哺乳期呢 就建议使用这种半衰期 相对短的药 那么五个半衰期之后 它的代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 那么相对于哺乳的时候就安全一些 对 也不影响它会去哺乳孩子 对 对对对